Hello大家好,歡迎再次收看Wu的變形金剛分享時間 這是我們第124集的東方腦,今天呢來和各位分享這款 Transformer Combiner Wars裡頭這個Deluxe Class的 Streetwise Protect Butter的這個Streetwise 就保衛派的街景 OK,台灣這次給他一個,給他的一個中文名字是叫做 街景,OK,保衛派的街景 好,那我們先帶大家來看一下一個盒子的部分 盒子的話,這個玩具的話,他本身是有附帶 裡面是有附帶IDW的漫畫 OK,然後上面這邊的話,有寫Combiner Wars Combiner Wars,就是合體戰爭嘛 然後這邊的話,接近他的一個,角色的一個插圖 OK,那漫畫我就不在這邊拿出來了 OK,有興趣的朋友們可以自己去購買這款玩具 然後,去看他的漫畫吧 OK,好,那 這邊的話有IDW,這邊有寫,然後這個 這邊有Hespo的一個標誌 好,然後這邊的話,街景是可以合體成那個 保衛戰士,保衛派的那個大合體 然後他是五隻裡面的第五隻 就等於五隻裡面的最後一隻 好,這邊的話,保衛戰士的這個插圖 這邊有寫Combiner Wars OK,好,然後這邊的話,有寫Protect But Streetwise OK,就接近嘛 這邊的話,有一個不派的一個Mark 這邊的話,有一個Hespo的一個標誌 就是這款玩具的話,它適合八歲以上小朋友來把它玩喔 下面的話,就挑馬 然後,英文字 跟這個 一個不派的一個標誌 然後,放到背後看的話,就 是這樣子吧 OK,上面有寫Protect But Streetwise OK,好,那這邊有他的一個官圖 人形跟車形 他需要九個步驟才能變形完成 這邊的話,有一個警告及主線的貼紙 這邊的話,有一個保衛戰士的一個合體圖 那它是保衛戰士的 欸 左腳吧 對 對吧,左腳 對 它是可以變成保衛戰士的左腳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變成手 只是圖片上是叫你把它變成腳 當然你要變成手也是OK 沒有什麼問題的 好,那這邊的話,就圖片嘛 然後,就這幾支合體的嘛 主體就是熱點 OK,真是廢話 好,那大概就是這樣 合色的話,大概就是如此 這般 好,那我們把玩具本體給拿進來 好,那這個街景的話呢 它跟兩個玩具是同模 一個是這個 死路 這個我找了很久的 死路 還有另外一個是這個 就是 手冊裡頭沒有提到的 這個 蟒撞 OK,兩個 這三個都是同模 不是這樣說 不能這樣說 是 這兩個 蟒撞 蟒撞跟死路是 完全同模異色 還有一頭雕啦 然後 可是這個家貨的話 有稍微一點點 做一個修改 當然頭雕也有修改 配色上也有修改 可是它 就是車型 看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它一個造型 大致上的一個 樣子是一樣啦 可是它身上這種 刻畫啦 細節的刻畫 其實都是 完全 就是 不相同 而且上面還多了一個警示燈有沒有 OK,多了個警示燈 覺得我比較厲害 好啦 它是警察 車 OK,對 它是警察車 好 然後 體型的話已經比對過了 就跟 嗯 同期的這個DELUX 就一樣打了 這應該是廢話 因為兩個是同模啊 對 我們拿它跟莽撞 比的話大概就這樣 好 我們把莽撞給 請到一邊去喔 好 謝謝你莽撞 OK 好 那輪胎的滾動性的話 這一款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比 那個 就是原本這個還要好 它可能是因為這一塊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 我們先拔掉 這個 因為我根本不是很喜歡外掛 可是 因為沒地方放 這個我怕會掉還怎樣 OK 因為我拿它當節目比例池 可是我怕它會掉 所以我還是先暫時插著 其實插著 其實不會很難看啦 就 比較難看 個人覺得比較難看 可是 逼不得已還是先插著 因為我沒辦法把它給收起來 我怕它會不見 好 那 這個交文 因為它這個地方 應該是因為這個地方 這個兩個圖的關係 所以它 前輪 導致說它前輪滾不動 除非把兩塊削掉 可是兩塊削掉之後 人心態就扣不進去 那這款的話 就有改進了 它這個輪胎的滾動性 四個輪胎都接到地板上去了 因為這個地方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這是很平滑 雖然下面有兩個圖 可是它是 有做一個稍微凹進去 然後再兩個圖 所以 它是比較平的 輪胎的滾動性 就可以非常順暢了 OK 警車對不對 警車就跑得比那個 壞人開的車還要快 所以它就 前面輪胎滾不動 它就被撞了 就被抓到了 OK 不是撞上去 這樣 警察車一回了 OK 好 那這個接警他的一個 再去形態下 警察車 這個警察車實在是太太 太漂亮 太帥氣了 OK 當然 這就是那種跑車的警車 這就是那種跑車 然後改成警車 真的太帥 這個真的太棒了 太讚了 OK 可是路上就可惜 不會看到這種車 後輪比前輪大 本身輪胎沒有任何的一個塗裝 車尾的話也沒有任何的一個塗裝 然後這邊的話如果可以變白色 那會更加的一個完美 這個洞就大合體要用的洞 然後 它這邊的話就紅色 比較突兀一點 好 這邊的話 有一個黑色塗裝 這剛剛沒有扣好 這邊的話也是有黑色塗裝 駕駛艙就是黑色塗裝 這邊的話有一個警示燈 警示燈的話也是上紅漆 並不是透明零件 這邊的話有些Police Police Police 警察警察警察 OK好 然後這邊的話有一個 Orobus這個標誌 這邊的話這個車頭 這塊有一個鐵灰色的一個塗裝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非常的漂亮 然後 這邊的話就有上藍色的塗裝 車頭燈的話也做的還挺好看的 本身是有上銀漆啦 底部看的話就機器人又不會隱藏 都不算是特別的一個好 就還可以還可以啊 OK 好 那本身的話有就附帶一個這個大合體 而用的這個東西 這個手掌或腳掌 這個之前分享 合體已經合體戰爭的玩具 Deluxe的全部都有 所以這個已經講到不想再講了 而且這個東西 大合體下很重要 可是單體下就是非常 不重要 非常像一個垃圾的一個東西 OK 雖然可以當機器人的武器 可是折起來這樣也不太像一個武器 像一個機型 炮還機型槍吧 這邊的話上面有個側定有個洞 可以讓空洋局這個外掛 我個人已經很難接受一般的外掛了 我個人已經很難接受一般的外掛了 還給我掛一個這麼機型的炮 所以當然是不要 OK 那這個槍掛上去也是不是很好看啊 剛剛那個是上排氣管吧 所以還有一個造型存在 我們可以把這個死路的這個拿下來的話 你可以讓它兩邊都有 也不錯看也不難看了 還不錯還可以啦 把這個放回去 好 可是上面掛槍就不太正常了吧 OK 好 那大概就是這樣 槍 對槍 槍塗裝 非常的漂亮 非常非常的漂亮 這個整個是鐵灰色的塗裝 腳感完全之沒有 那細節的刻畫也不錯 本身 槍口的話有三個 然後裡面有洞 可是並沒有附來任何的一個子彈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瞄準鏡吧 當然裡面這個地方 當然是沒有 呃 sorry 撞到 但是沒有透明零件了 這應該是廢話 有透明零件就 就就就就太恐怖了對不對 好 那 嗯 我們來示範一下 接近它的一個變形過程吧 之前 嗯 死路也示範過它的變形過程 接到死路的時候也示範過了 然後 接到莽撞的時候也示範過了 OK 好 那就 都一樣了喔 那我就不再特別多說什麼 就直接開始變形吧 就變快一點 反正 之前都說過了 所以就 不用特別再 多講些什麼了 我就 不再提些什麼了 反正我就 自己變吧 各位就 就 如果想要看 講解的話 那你在 在 找之前我介紹死路或那個 盲撞的影片吧 那這次這個 嗯 變形這個 這個 接近就 變形上就不用特別多說些什麼了喔 欸 為什麼摳不出來 這是 怎樣 好 就 反正變形都一樣 所以就不再特別提 些什麼了 OK 這個 這束手的關節這個地方 比之前的兩個還要來的鬆上了很多 不知道為什麼 好 那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好 他就變形完成了喔 那 人形態下 我覺得跟車型態比的話就是 帥氣度是弱上了非常多 關節的話 各位看到都比之前兩個還來的鬆散 這個傢伙今天才拿到 可是這個 你看這個 多久以前 其實沒有很久了 就是 之前拿到這個到現在都還不太會晃 這個就晃很嚴重 才剛拆出來欸 給不給面子啊 對不對 球關才剛拆出來就 如此這般的一個鬆散了喔 OK 好 那 提心就 都一樣了啊 好好 那 把鏡頭拉近一點 給各位看一下 他的一個 頭雕 可動上就不用再特別多說了 反正之前都講過了 要看的話 就可以去找死路那集吧 好 那頭雕的話 就 我個人 不是很喜歡這個頭雕 然後眼睛的話是藍色 塗裝嘴巴的話 是有上銀漆 頭的話整個是一個球型關節了 塗裝上紅色 藍色銀色 還挺多的 然後 這邊的話有一個博派的一個標誌 OK 然後好像 有點會反光 不錯看 OK 這個地方提一下就是 那這個齒龍關節不知道為什麼 比前面兩個 嗯 就是 第三波的這個 接警 就比前面這個第二波的死路 這個手來的鬆上了非常之多 還有這個 蟒狀也是一樣 這兩個都 死路跟蟒狀都還是 玩到現在都還是很緊 可是這個接警 才剛拿到就這麼的一個鬆散 不知道是為什麼 不知道是個案還是說這個 嗯 接警的通病吧 我是不太清楚了 然後 這個地方 膝蓋啦 這塊啦 然後 腳整個腳這個球型關節 都顯得比較鬆一點了 那就反正就是 這個樣子吧 我是不曉得是 我這款 中獎還是說怎樣 反正我這款的話 好像所有的關節都還挺鬆的 好 OK 然後 身上 被翻到背後看的話 就是一個大 車頭 背在後面 可是 這兩款就 都一樣嗎 這個蟒狀也是一樣的 就都是 大車頭背在後面 所以就已經習慣這個樣子了 後面這個地方沒有偷腳 我們應該要感到高興 不要去在意這個背包 去在意說 喔 他的大腿後面沒有偷腳 可惜我們這樣翻裡面就偷腳 所以 好啦 反正就是這樣子吧 那這邊的話有一個洞 你可以 拿腳架去 給他擦吧 就是 尺寸符合的 你其實可以去拿一些 其他模型玩具的腳架 去讓他擦擦看 每個都擦擦看 擦到一個剛好 尺寸一樣 你就讓他永久的放 擦在裡面吧 不用讓他拔出來 反正這樣他應該還挺開心 啊不是啊 不是啊 OK 好那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拿 武器 武器可以讓他拿 嗯 這樣真的還挺好看的 就是 進擦 拿這一把槍 耶 超好看的 對不對 好 那當然 那個 三款做一個比較的話 這個 Dead End跟這個 街景還有這個 莽撞相比的話 三款我還是比較推薦死路 因為他的塗裝很漂亮 他的模具都一樣 變形過程都一樣 所以就 都很不錯啦 那 最推薦還是死路 因為他塗裝既多 然後又漂亮 這個早晨 哇這個早晨實在太漂亮 還有這個這種 金 帶有金屬礦的這種橘色 真的很漂亮 塗裝還有鐵灰色啦什麼 這個傢伙的話真的很推薦 如果你在法國公司有看到的話 你可以趕快把它買下來 因為 很少能在法國公司看到它 OK好 那 這個地方講一下 這個之前兩款這個地方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說 呃 退 太突兀這個顏色 可是在這款的話 就整個都白色 可能是因為 因為他本來就是要做成白色 所以這塊也做成白色沒有塗裝 所以會比較好看一點 可是 就是這樣子吧 因為他其他地方沒有塗裝 所以就讓他變成說 比其他兩個 手這一塊 好一點就是沒有感覺特別突兀 OK 可是原因是因為 這邊都沒有塗裝白色的關係啦 OK 所以三款的話我還是比較推薦死路 如果你買得到 還買得到的話 死路 你可以 就 如果你三款一定要硬挑一款 不能三個都熟的話 那 還是比較推薦各位買死路 死路買不到的話就兩個挑一個吧 兩個的話我覺得都不錯啦 就 就第一名死路 第二名 跟第三名就這兩個 看個人的喜好 我是都 都還好 OK 我只覺得這個是第一名 然後這兩個就還好 好啦 那就大概是這樣子吧 這個家我是因為 那天剛好看到 所以就想要把它買下來 然後這個家我是因為我想要湊湊齊那個 保衛戰士 對 對吧 叫保衛戰士 就保衛派那個大合體 才買的 那這個就是 那一部分是因為想要合體 汽車合體 想要讓汽車合體湊齊齊 第二個就是因為他圖裝實在是太讚 太漂亮了 所以就把它給你買下來 那三款我都收了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收三款的話 那我當然推薦你先收這個死路 那如果死路買不到 那你不能買死路 就這兩個挑一個 就看你個人的一個喜好 我是覺得兩個其實 這裡剩的兩個都差不多 OK 好那大概就是這樣子吧 OK 那我們今天節目呢 就到這邊結束 那謝謝大家觀賞 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拜拜